批评说不要谈这些东西 不可能出现新的问题 出现的是没想到 比如说东西在统一出的问题 大家都没想到 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所以在今天全球化时代 我们当时预展到来 而是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多 我们当时预展到的是社会的合作 所以 当基督海在全球化时代爆发第一个浪潮 把华尔街冲滑了 这是用全球化的理由来分析 这不应该解架 这是正常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做好这个理由 比我们预计多好 如果这样的体制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倒觉得奇怪 所以哈维一些品费 因为他们很冷静 他们现在冷静 世界人类现在也冷静了 他们希望通常的是真理 那么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式 就是一个信息革命和原来传统工业社会 并存的时代 因为国家体系 也不可能消入 地理上的主权国 它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对信息革命的反应 它会有反作用力 但是持续不会有差 第三次工业革命 即信息革命 比两次来的 都有它的特点 还有什么是无险的 所以大家在分析和判断的情况 就很难预测 你比如说这件GDP的统计问题 我们不完全统计 不统议完全这个统计 一部分是对的 一部分 生命健康 人的思想创新 包括联系国主要那些创新东西 人类六十一创新 你怎么统计 最后还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人的幸福感 生活是什么样 幸福感 你这怎么统计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块私下讨论 原来那时候我们穷 钱物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当然尤其是我 处在一个 我是见过钱 见过权 虽然我们拥有 专机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没什么 我们都见过钱 见过权 所以在看完以后 这些东西就突然思考了 这个就是 没有指定 权力 它有限 你权力的东西也是有限 也是有时间性的 钱的东西也是有用的 你再多一夜之间也没了 但是 智慧 思想 健康 情调 像我跟 昨天我跟华人领袖 陈炳章吃吃饭聊聊情调 都用没什么钱 但是聊得很迷快 有的时候我们跟 我们开论坛 我们最怕是麦娇布 麦娇布当时 朱光某艺的是张美芳老师 他权力并不大 他可以卡在我们的总统 所以 没想到张美芳又分在 兜兜兜兜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小 他当年是权力很大 我们来不来总统都得要请你吃饭 那他一句话我们总统来不了 因为地理上主权国管我们 你在联合国 你在什么世界宇宙没用 他一句话说不可 所以 这次我来了 我又专入待见了张美芳 他看到我们文坛的成长 是吧 从小做到那么大 其实也就是带个同场 是吧 所以我呢 再介绍着约斯奈德 软权力不过 大概下一期 飞到他呢 再给人老先生交流 他当时送我一本书 叫 Sold Art 他从来跟我说 你应该做什么 他把他东西给我 他让我去 后来我才明白 全球化的权力非常重要 实际上 互联网在全球变动 已经把这个权力 放在一个互联网上 所以 这次奥巴马的竞选 很有意思 他的同学我认识 跟他在一身边 他的孙主席叫拉格尔 他们呢 是怎么一开始他 奥巴马这个人是智慧狗 他是研究写的国家宪法 他一开始也是用 用网络的用钱 但一点一点 你动一点 我动一点 他用网络的 很快就送给了很多钱 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利用了 第三次革命的 互联网的关联系 笑语 和互联网的这个乱全力 实际上他的理由就这个 也不是很复杂 他利用了这些东西 但是约瑟奈这次呢 没有直接做他对外的顾问 做他内部顾问 因为当时这次约瑟奈呢 他压在希拉里面身上 就是错 我是压在奥巴马身上 我那也没有理由 我就是一种感觉 他是黑皮肤 我是黄皮肤 而他是多元文化产生 我就研究多元文化 我觉得应该他胆身 就是一种知识感觉 所以有时候呢 我老去拜托大师 如果你们愿意去 我给你们介绍 中卫有个异金大师 一个叫《丽金的琼瑞》 他简直叫刘大军 我也认识 还有一个大师 他是研究异金道国道化 我不是想算迷信 他研究宇宙的这种卦 宇宙这种运行形式 他不是江湖的东西 除了他们有些 变东西给中方领导人 第一次变 第二次变第三次变不出来的 那个就是江湖的东西 我也不大喜欢 他那是一种科学 叫《宇宙信息论》 我还有包括他的这个 个人的文物 文物价格有几十年